可能这种出力就高很多 那这样RAA的这把的一个阵容来讲的话 进攻压力是很大的 下回必须打出优势来 然后终于也看能不能比较下班区滚雪球吧 对我是觉得Maggie这名选手 我观察下来她玩梦魇加赵信 其实是一个进攻性很强的 但是这一把目前看下来 阵容上可能前期会稍微的被动一些 他们这个阵容三线都需要发育 没错 感觉Maggie这个芒僧的话 选出来就是稳住前期的一个节奏的 就别让对方前期突破的太快 因为对方六期之后 无论中路还是下路都很容易形成节奏吧 对 稳住发育之后 以沙皇为核心 这个体系形成 他们后期也是比较强力的 而RA这里就集聚整个队伍的个人特色 因为整个双C都是选到了自己的绝活英雄 一个阿卡丽一个德莱文 那这样的英雄选出来之后 势必是要在前中期就打出效果来的 不然往后拖 对 曲线会下滑 目前看下来 好像是沙皇打阿卡丽 可能前期还是稍微有些限权的 所以在前期的时候 沙皇这边能稍微照顾一下 瞎子的野区 是 我们也再来回顾一下 双方在第一局选出的阵容 蓝色方的RA选择了一套进攻性比较强的 手艺比较短的阵容 对 而红色方JDG双C还是稳加稳打 让我们一同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局 召唤式峡谷 前期的一个布局 因为两边其实一集团都没有什么稳定的控制 所以说也不太选择入侵 一字排开 天赋这边沙皇选的是一个迅捷步伐 就这个是在得标上流行起来 在世界赛上面都还没有这个迅捷步伐的弹法 可能对线很舒服吧 就压线 其实是年底了 这个版本到最后了 我觉得迅捷步伐和从认这两个天赋 是越来越被重视了 对 我打RAK这些都会用的 很多英雄都可以尝试用 嗯 对线会更加好打一些 是的 更容易打出一些小雪球来 对 前期这边RA下路应该是不会选择帮 要早点去线上 两边下路都要抢身 这边京东的下路经验很老的 也是跟着兵一起上来 那麦给的开也应该是被看见的 很有手感啊 MISSING和京东 这个RUNA 第二个Q也Q到 MISSING这个舌头 很精准 第一个Q能Q到没想到的 嗯 这个小细节感觉 贾克斯这边小裂一点点 换水小亏 对对对 而且自己带的是个多蓝箭 麦给刷到下半区 而这里也是有所察觉 嗯 其实可以看出来 麦给这边的一个刷野路 显示照顾下路啊 就F这个狼刷完以后跑到下半球了 感觉麦给不太需要看RUNA这个下路啊 就好像打的对线打挺好的 嗯 目前看血量 这边IC还稍微掉血比较多 RUNA还是很稳的 又一两个 MISSING和RUNA的技能基本上没怎么空过呀 毕竟是个大赛型选手啊 扛的非常好 哦 哎 SHERE这里 这位置有点难走 Q没有Q到 嗯 是走不了了 有红buff 看看阿卡利这边过来 是不是 但 维克拉这边的一个状态不好 那算了 很可惜啊 这个Q没Q到 对 主要是没Q到 擦身而过呀 真的是 那前期的话 阿卡利利竟竟手短 用血量去换线 是 河蟹这边为何瞎子要遭遇了 目前看下来好像剑魔这边有些等级优势 应该不太可能放吧 剑魔这边看要不要往河道靠一下 看牙膏先一步往河道过来 四级的剑魔等级优势看看 不太敢动这个河蟹 僵持住了 二段Q上去 但阿卡利这个位置挺强的哦 可以 直接拿下一血 Maggie身上有闪现交闪之后拖延 一四级走掉了 极限逃生 今天这个整个状态 手感依旧非常好 这里也是一个 地形战这个阿卡利的一个优势啊 体现出来 主要在这个时间点上 中野三个 3v3的碰撞来说 红色方还是不够强势啊 对 红色方前期还是得稳着发育才行 是 武器沙皇 六击之后才有点小战力 有点太想争这个河蟹了 哦 这边拿到这个对线组合 但是对线好像 稍微没打出效果来 是的 主要这两个人经验有点太老道了 对线的时候 技能放得太准了 治疗也被逼出来 这边开始反压了 刚才阿萨莫想回家的时候 好像被打断了 然后一直在塔下回不去 啊 秦东这下路的一个处理 选了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组合 把对方打回家了 再看一下这波小遭遇 嗯 四季 其实这里虾子拼上去一瞬间的时候 就已经奠定了这个 蓝色方的一个优势了 对主要是没伤害 秦东这 前期中场是没伤害的 好在这一波虾子没出事啊 出事的话就真的是很烈了 哎同样的画面 阅兵线过来 但前期并是前期啊 这肚层 肚层也没吃到 肚层也没吃到 难受了 嗯 比游戏到现在这个局面 我觉得前期可能 RI这个下路就是 没有达到自己预想的一个状态 是没打出来 对 其他上中也反倒是有点成效 而且中路让阿卡利收了一个头 之后自己等界 现在来到六级 对线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下路的整个换鞋上面来说 是真的有点换不过 今天 京东这个技能命中率有点高啊 基本上没看他空技能 没什么空过 其实我们打比赛 我们自己也做过选手 看阿卡利这种英雄 自己的招牌英雄哪一个头 其实会越打越自信 鞋顶到这边交一个闪 现在还是走不了 麦给拿下人头 主要交闪之后 被盲森Q到了 这就是没有位移的下路双人组 是的 被一抓一个死 感觉刚才第一时间走位 是能走掉塔姆 那个神员潜航的 那位置确实顶不到 对 很多小小紧张了 对 这样一来的话 德莱文加上 寒冰并没有能够打出现优 嗯 这边 利用自己的这个英雄熟练度 也会不停的去中路去选择换血 等级上也领先 因为毕竟阿凯这边是一个两速鞋啊 这靠近消耗的时候是比较轻松的 嗯 这个果子 比较干燥的一个对线期现在 因为这边可能等路了六级以后下路又会是一个机会 还现在就等位六级吧 嗯 这样就可以中野强势连动一波 但我们带入是位的视角 其实位这个六级以后好像对哪条线的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可以找野区我感觉 就阿凯利这边 对和位如果有一波线权的话去找盲僧 好 沙皇这边也有推的 啊 这种这小小号 对 慢慢的就会越打 这边选择 诶 到六 但目前的优势也没到两边 谁敢去直接开这个公共资源啊 都是要等的 嗯 谁开谁先练 嗯 我觉得下路可能 镜头可以多一点了 这时候路了应该是会去找些机会的 韩兵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韩兵很危险 对 韩兵感觉被他们Q到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身上枪顶起来 很怕完全不敢向前 对 车也没去干补 嗯 现在京东下路的话 也不确定奶油在哪里 嗯 所以也没想着看 这边京东下路应该是看到位的第一时间就会往前压的 嗯看到了 看到了 看一下看一下 哎 这不 哦 声音想好 如了这边有双招有大的 没选择 要不要闪现 啊 那这样 闪现天 应该逼啥了 如果这边技能也没有 不用交 一天晕到 哇 抓住了他闪现没赚好的一个时间 是的 甚至还省了大 省了维鲁斯的大 但是奶油这个决定很果断 非常不错啊 直接群的把峡谷抓掉 这边就是两边是一个上路和下路的一个劣势了 嗯 哎这边的下路 也是有点大 被压了20多刀了呀 两边的打野都还是思路比较清晰啊 就哪边优势帮哪边 兄弟那一边我是真的帮不了了 不帮烈斯路 这下路确实帮不了了呀 这边爱希就算是有大都很难 不把锁链直接被进化 嗯 缓拨状态 走着这边又 走着太痛了呀 又被蔓延到一个打招了 这边爱希没有跳六 嗯 位在这里也只是保护他们持下线 甚至自己也要受到威胁 皮皮下来直接反击风暴晕住打一套 小旭也无所谓 这波线推了也可以回去了 嗯 希儿这边可以把这个线卡一卡呀 其实牙膏这名选手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越成长我觉得是越稳定的 非常稳 他其实在比赛里面这种出事的机会很少 所以现在威克拉即使是招牌英雄阿卡利 也不太能找到好的机会 而且他的补刀也比较扎实 是的 即使说威克拉一直在找机会消耗他 但补刀并没有落下 对 现在游戏 下路主要RA去不了 只能看一会儿能不能利用这个狭狗先锋 扩大一下上半区的优势 但我觉得整体局面上来说 其实京东这边 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因为毕竟是个打团阵容嘛 像RA这边纯对线 对吧 这到后期这个位就非常尴尬 就对于RA来说 目前这些还是不够的 他们必须要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优势 对 平稳发育下去的话 京东肯定在后期更强 现在RA的中野需要主动做点事情 要去多联动一波才行 多尝试 Maggie 小许这边整体我今天 他感觉他从对线的角度上来说 就比较稳 稳啊 就我感觉他不太拼 一直在扛 对 看见瞎子了 中草有眼 包括他这种卡线都是告诉 就感觉说今天我不出事了 兄弟们carry我 但是他这边 就感觉心态挺好的 慢慢抗压补刀 基本上没怎么露 还反压了十几刀 对 这边好像是意识到了瞎子 做了一个反蹲吗 好 韩平的大招也来了 看一下 感觉大到 大到 大到了 直接Q上去 虾子这里有点难走了 Maggie先被留下 小徐收到这颗人头 后续还继续追 一直能直接挂上施尔 施尔身上有闪现 但是没有办法可以走了 我记得莫达下去往下 这波爱奇的剑漂亮啊 哇 这波在上蹲的有点太勉强了 好像是虾子来的路上是被看到了 中草有眼已经看见他 对中草有眼 然后后续他出手的时候 Q的是小兵 嗯 直接放中路吃个两层 进化也挺快 进化想瞄解快了一丁点啊 感觉Maggie如果想做点事情的话 就反蹲下路就行了 下路是优势路嘛 反蹲下路压线就行了 上路不需要管 是 因为虾子加上武器想去抓很难 Q到有这个逼闪吗 黏住 蓄力Q 吃回来 还是逼了 逼了个闪现啊 两个人很默契啊 看一下这里中草已经看到了 又是一波上中野的3v3吧算 看到之后 这边有人拼信号 给自尔说一下 来尝试一下 Meggie这边是 摸 摸人的时候 还是被 晕倒 这边的连招也非常的流畅 零点几秒啊 可能塔姆就能吃下来 嗯 就差一点点 确实如小兵所说 其实Maggie没有太大的必要去上路啊 嗯 一个是跟武器配合起来 击杀 剑模是比较难的一件事 还有一个就是下路一直推陷 其实可以围绕Ruler这里 保着他去发育 公共资源马上刷新了 看一下这边小龙和峡谷 双方的一个选择 双方的一个选择 沙皇其实现在打团还是ok的 第一件陈装出来了 好 沙皇直接顶 流沙一心过去再接大招 直接推回去 哇 几个大招的衔接 直接将其控到死了 后续还要黏住Zorah Zorah身上有闪现 看一下这里能走吗 交闪拉开 但是又要被顶 直接顶两个 Ruler再一件收下人头 大杀特杀 在旁边一个反击风暴 想晕阿萨姆 阿萨姆这边也走不掉 后续全部阵亡 哇 陈装在吃 救一下信 R8 在河道这个位置出事 哇 这一波打完就 这波打完有点尬住了 因为这个阵容 前中期是不能输团战的 主要右边能够先手的人 就只有塔姆的一个台 但是他们被这塔姆 玩成雷克赛了 啊 这里 是 第一瞬间 Vicla这边是被 星云潜航顶到了 牙膏这边非常果断 应该是继了阿卡丽的闪现时间 威鲁斯这边又大招 加上Magic的一个回旋期 完全醒不过了 这边星云潜航继续 哇 Maison这个塔姆 上一波这个阿萨姆交了闪啊 这里就打团就完全没有操作空间 而且德拉文这也没有能够吃到自己的第一个头 对 刚才Vicar有点 太大意了 就是这他如果刚才那波不背开的话 其实打不起来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玩刺客的一些弊端嘛 就容错率很低 对容错率低 然后 高做失误的话 一下可能就 没输出 接触不了 嗯手也短 这样一来有些裂开了 前期在上野拿到一点优势是不足以能够弥补他们阵容上在后期的弊端的 哎 刚刚这波团我们给提一下一下这个 这个贾克斯啊 他是手气了兵线直接来到这边 对上塔是直接放掉的 建模其实当时是有TP的 但是可能看到阿卡丽被秒之后就不想挡 主要正面溃散的太快了 嗯 现在 京东慢慢 先 赢了这部团队慢慢打线就行了 现在京东双C发育都太好了 是的 这个数据 阿卡丽刚刚这波搞完以后自己的优势也没了 一键没有能够留到人 主要上我们这里也很难再有发挥的空间了 其实看着露乐团维鲁斯我总觉得其实AD位置 哎先看一下野区这一波 奶油这个位置 直接抓住了奶油 有点小迷路了呀 人头补给一下 是 能理解其实到这种局面 就因为是个对线阵容 我其实作为为我也不知道这时候去干嘛好一点 野区空空如也 是的 线上也找不到机会 然后看一下回放是怎么回事 这边吸一个R 嗯 小插曲小插曲 是 无关紧要 随便尝试一下 其实AD这个位置很多英雄 像厄费流斯啊 德莱文啊 包括 呃 维鲁斯都是三个不同 应该是说不同操作方式的AD英雄 所以我觉得AD英雄其实还蛮难的 以前的AD都是平A型的 然后现在有技能型的 对对对 还有功能型的 虽然经济现在是一个两千的经济差 但是 就是阵容的差距 估计有个四五千了 对 因为毕竟这阵容选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蓝色方是有非常大的进攻压力的 但沙方已经成装了呀 如勒这里也两件套 这把小龙第三条我觉得 RA这边也很难用 主要现在RA他们也没有中塔 中路一直被推线 整个河道视野 其实可以从小地图看到 是红色方这里掌握着的 但下波团一定要打了 下波团我感觉建模要主动来正面和大家一起 这样强开一波 整个下半区的眼全部点亮之后 希尔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去代线 现在京东也不急 因为这边RA没有任何的恢复能力 所以说 吃不起这个poke 吃不起这个poke 对对对吃不起 可能吃两下就得回家 而且RA这边人都比较脆 除了建模都比较脆 还有一个压力比较大的点是 CG已经是两条小龙在手了 下一条小龙 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刷新 对 他们很迫切地想要拿下这条龙 不然三龙听牌的话更难打 所以先在中路放狭武先锋破一下中塔 这个塔还没破掉 一丝血 18滴血 18滴血 这能活多久啊可能 把他们手短 硬挤过去想要把这个塔点了 直接交踢了红色方 吸引下来的是牙膏 这个阵容京东这边容错率就非常高 可以poke反打也不怕 还有单带点 现在武器在下路一直在带 把线推到二塔之后再转来中路 正面先闪现 左一键 大约在旁边 腐败锁链直接控住了奶油 奶油一丝血 这里走不掉了 闪现一下皮链直接补上 不着急 完全不急 拿下操作了 可以往后走 一进去也想要回旋梯 没有找到角度啊 但是双C的状态很好啊 较高 进场 牛精深 剑某这边 这波团 哎 吸起来 打了给他掌筋 但是躲不了了自己 选者风暴 弱志们大家创杀 刚刚主要阿卡里想飞进去找一下角度秒后排 但是第一时间上也被套了虚弱 主要牙膏的一个反打很漂亮 自己很危险的时候反手把阿萨姆临死线给推回来了 但不得不说啊这边也是尝试找机会 包括把刚刚把路里的闪现打出来了 尽可能的再做一些尝试 啊 奶油这边这个短Q刚好被大到了被入了 本来那个位置可以拉扯一下的 其实这波团建模真的很轻定了耶 嗯 啊 啊 迪士兰被踏上虚弱了 尾卡这里 被踏上虚弱的话可能进度更危险些 那这边推回来阿萨姆之后 这抗战也打不了了 说阿萨姆是在对方这个非常加势的阵容面前 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操作了 输出环境很差呀 而且他整个发育很差 对 没有伤害的 因为金顿的双C手臂打长 然后前排还是个武器和盲森 对他威胁很大 输了已经5-0了 650的赏金啊 而且还有个塔姆保着他 随便去poke 嗯现在如果没有双招 对于阿萨来说是个机会 看能不能找到了 一剑 下到missing 看到这个肉塔姆还是选择找机会直接强开 形成了简缘 可是这波互换的话是用奶油的生命去换的有点太快了 而且阿萨这里也闪现交出来 感觉 插一下还是被希尔这里给捶死 被上路单杀了呀 在旁边的小学还想要拯救一下这个烈士也很难了 然后这边不急慢慢的发挥 EQ有没有 没有闪得过去 那转手可以大龙了 纪律性啊 这时候玩rank就直接就上了 这左边没有人能够去吃维鲁斯的这个剑 谁开谁 谁就要被秒 没前排 交踢 这边剑魔过来没啥用啊 他没有大招的 诶 看开出了 没双招 往上走了 那摸不到了 留不住人 那这样在二十三分钟的时间点 丁东拿下大龙 五千的经济 阵容有个五千都差不多一万了 是的 三龙 拼抬 这波其实机会已经找得算好的了 但是魏这边进去就回不来了 就被弱给大刀了 对 而且在面对着武器的德莱文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阵容 是 压高这边 还保留守住了 很关键 对 这大招推走了威克拉 让他没有能够切死路了 嗯 很稳 再一大三小时 没找到 这Poke 这伤害 又命中了 没有闪现啊 没有闪现啊 交替想要继续追击 一顶没有能够顶到 刺散逃开 弹个爆炸果实 好险 好 就把露勒的这个技能命中率太高了 太吓人了 基本上没有空过 他还出的功率圆弧 他可以一直找机会 他要圆盘力气 带着大罗帽夫直接推进中路 而这里从 在侧翼敦服的小学 是被看 是被拼出来的 应该知道他在这里 从红色方的视角虽然看不到 但是已经有了 有所防范 所有人都是往上靠 这样可以和上路单带的希尔会合 中上骑推 这个大罗帽夫感觉有去推两路 直接维路斯一个 而结束这一把轮 维克拉也在蹲 换了一个人去蹲 一键又是射到的是塔姆 想要直接开 看后排 看出有没有人可以跟伤害呢 但是所有人都会合到 Ruler身旁进行一个保护 而希尔开启自己的反击风暴之后 扛在前面 反而是奶油 又阵亡了 Ruler刚刚应该是个闪现Q吧 未收了 打出自信来了 京东这边他们阵型 其实站的还是非常集中的 对 有人想要去切Ruler 他们就立刻 形成一个保护的姿势 啊 阿萨我们这出两下也得回家了 这边维路斯的大招又撞好了 但是 京东这边整体状态一般那算了 啊不想给机会 四龙 火龙还有火龙还有半分钟 还是火龙魂 先把火龙魂拿下再说吧 超神的Ruler 出了这个 四箭套 后面这个标无每一局可能都见不到了 可能啊 他对线打得太好了 对 这边 卫去 单突AD 自己落单 看一下这边应该是闪现Q 哎 没有 他闪现用哪 前面躲技能的时候用的 对 他这个命中率 主要维克拉想要跟上哪 游进去 但是发现根本进不去 对 好 四龙了 这吧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空间了 在整个阵容面上来说 也不太存在奇迹团的可能 是 我确实一直在帮RA 想一些这种翻盘的点 但发现想不太到 就 如果没有双招 可能是个机会 但是这个 如果没双招的时候 他就不会往前走了 是啊 有唐姆还有沙皇大 主要牙膏也很稳 京东这边也不急 慢慢的禅食 外索雷差一点点 没有命中到 但是一个距离Q 也是让奶油 吃了一大波伤害 下路开始平推 远全踢 直接踢回拉桑 拉桑 直接被秒掉 而且一个闪现推 又推回来 正面已经是一个 完全碾压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一波RA还在严防死守 凭借着小徐建模的拉扯回复 想要尽可能的再防守多一点的人 又是一个不败锁链 那些牙膏流沙移行过来之后 直接被胃给Q到了 自己有点危险啊 被换掉了 哇 如热上下太高了 正面已经是全员都团灭的状态下 京东还是可以顺势一波带走掉对手 这款游戏我看导播给的镜头 我看如果这技能就没怎么空过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京东 在28分钟的一个时间点 非常快速干净利落的先下一程 对 恭喜京东 乞丐得胜 这下路塔普和威鲁斯 这个防守反击打得太好了 兑现的时候就已经打出了不小优势了 这样就会让你给你帮我一下 你帮我一下 我不想看出来 好 好 你帮我一下 你帮你帮我一下